據新華社報導 小月28日中華全國總工會召開大會 表揚2022年全國五一勞動獎 和全國工人先鋒號獲得者 今年共頒發全國五一勞動獎狀 200個全國五一勞動獎獎 966個全國工人先鋒號956個 今年表揚的慘越工人人數 和比例都特別高 共373名佔40.1% 值得一提的是 內地外賣平台 鵝鳥摩上海星光耀外賣站 在疫情期間 組織志願抗疫先鋒隊 榮獲全國工人先鋒號 成為首批獲取樹榮的外賣站點 同時鵝鳥摩男騎士張文強 亦都被賦予全國五一勞動獎獎 不過由於五一勞動節 966人獲獎 登上微博熱手 由內地網民稱 差點看成996 即朝九晚九 一個星期六點工作 並提出在表揚勞動者的同時 都應該關注這些勞動者的勞動權益 有沒有雙優 有沒有超時工作 希望能回歸 五一勞動節精神 關注勞權